總觀天下妙事 橫貫古今奇聞 歡迎來到古時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下方訂閱和小鈴鐺 創作不易 感謝大家的支持 成吉思汗是歷史上最大的征服者之一 他容滿一生 消滅了很多國家 占領了很多土地 然而 終其一生 他卻始終無法征服一個彈丸小國 虽然討伐了六次 卻始終無法讓這個強悍的民族屈服 他的世界征服計劃被西夏拖延了22年 眾所周知 西夏由党項族建立 原本 西夏本是唐朝的定南軍截度史 但在宋朝時 西夏卻從中原脱離 在宋寮之間獨立建國 西夏國土不大 人口也不多 但在宋朝 寮國以及後來的女真人進攻下 卻始終屹立不倒 其主要原因在於党項民族本身 他們實在太能打 太好戰了 據史書記載 党項族民俗永漢 其民席域用兵 善忍饥渴 能受辛苦 樂斗死而恥病中 此中國宋朝之民所不能惟也 另外 根據史書記載 党項人從小邊練習旗舍 練出一身強壯體魄和好武藝 在宋寮兩國的壓迫之下 西夏全民皆兵 美玉戰爭發生 各族都要一起重寡 出丁駐鎮 軍民之事猶如一家也 戰爭一爆發 上至60歲老翁 下至15歲少年 都必須拿兵器参戰 他們的騎兵叫鐵耀子 百里而走千里而漆 最能疏忽往來若惦及雲飛 步兵則稱不拔字 士兵多來自山間部落 上下山坡出入西建 最能于高超远 清足擅走 打仗時 騎兵身著重甲 突擊敵陣 步兵則邊走邊射 擴大戰果 因此西夏人打仗 幾乎每戰必勝 西夏不僅男人能打 女人也能打 西夏國的女兵被稱为马魁 和平年间 这些女兵甚至单其突入宋境 杀人放火 着实令人惊讶 正是因为西夏人的勇猛和强悍 才让他们免于被宋辽金所征服 但到了1205年 西夏人却碰到一个硬钉字 成吉思汗所统领的蒙古大军 1205到1209年 成吉思汗对西汉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 在这个阶段 蒙古军先后攻取西夏吉里寨 瓦刺海城 破克一门 俘获为名令公 禁为中兴府 从战斗力上来说 西夏骑兵并不逊于蒙古骑兵 但是成吉思汗指挥能力出神入化 手下三军用命 因此在硬碰硬的战斗中 西夏惨败于蒙古 无奈之下 西夏皇帝被迫纳女求和 成为了蒙古的蜀国 在蒙夏战争中 西夏曾向宗主国金国求援 但是统治者魏绍王却说 两敌相供中国之力 因此不予救援 就这样 西夏和金国结了梁子 于是他们跟随蒙古 不断攻略金国边境 西夏与金国的战争 打得两败俱伤 最终得力的 反而是成吉思汗的蒙古 在战争中 蒙古不断向西夏索要金箔 美女和军队 因此 西夏人对蒙古人恨之入骨 蒙夏联盟出现了松动 公元1217年 成吉思汗西征中亚大国 花辣子模 像往常一样 成吉思汗又向西夏征集援军 然而 西夏皇帝却蛮不在乎的说 你成吉思汗不是自称世界之主吗 还在乎我们这点兵 成吉思汗见西夏如此不失抬举 勃然大怒 然而 在成吉思汗眼中 屠杀蒙古商人的花辣子模才是当务之急 于是成吉思汗没有惩罚西夏 而是直接带兵西征 原本蒙古西征是西夏变革图强的最好机会 但西夏统治阶级早已腐朽坠落 他们宁愿浪费时间在奢侈消费上 也不愿意花费精力赴兵强国 等到1223年 成吉思汗征服了花辣子模 西夏人的末日终于来了 在面下战争中 成吉思汗再次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战争艺术 他利用西夏国防 内众外倾的特点 采取游远极近 先弱后强 扫清外围 断其退路 集中优势兵力 围攻西夏首都兴庆府的战略 一路上蒙古大军狂飙猛进 连续攻陷宿州 甘州等重镇 最终西夏仅剩兴庆府一座城市 如今 西夏已面临灭国之危 但党项民族仍爆发出强悍的战斗力 西夏在唯明令宫的带领下 集结最后的十万精锐 在灵州与成吉思汗展开血战 西夏将士英勇抵抗 无数将士战末 城破 无一响者 此战中 成吉思汗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伤亡 西夏人的疯狂抵抗 也让成吉思汗下定决心 诛灭党项这个顽强的民族 但在进攻西夏期间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却因酷暑而病入膏肓 1227年6月 成吉思汗死在了六盘山 他临终一命 兴庆府被攻破后不得留活口 西夏皇室一律诛杀 百姓一个不留 当年7月 兴庆府发生地震 城墙全部被震塌 失去抵抗力的西夏人 只好向蒙古人纳土投降 然而冷酷无情地脱雷 谨遵富含一致 将西夏皇室和兴庆府满城百姓杀个精光 西夏国的建筑 书籍 皇陵 全部变成一片废墟 西夏国的文字成为死文字 西夏国虽小 但是他却将蒙古征服的步伐 整整拖延了22年 蒙古征服所向披靡 但是为了征服西夏 却整整征伐了六次 甚至连成吉思汗也死在了那里 如今 西夏的移民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 如今在陕北 河甘肃 宁夏 仍然有许多人 保留着他们祖先的勇猛遗风 公元1227年 成吉思汗在西夏病故 年65岁 然而就在成吉思汗死后 他的手下亲信大将 对其进行了异常秘密的葬礼 因此最后谁也不知道 成吉思汗陵墓的具体位置 一直到现在 已经700多年过去了 仍然没有人找到成吉思汗陵 成吉思汗陵墓的具体所在 也成了其留给世人的一个谜团 据史料记载 元代的君主都会采取秘密下葬的方式 来为其进行安葬 因此时至今日 我国还没有发现一座元代君王的陵墓 据说当年成吉思汗的亲信大将 把成吉思汗的遗体秘密地带到了他的故乡 然后找了1000名工匠来修建规模庞大的陵墓 等到陵墓修建好以后 这元大将派出800名士兵 把负责修建陵墓的1000工匠给灭口了 随后这800士兵也惨遭灭口 这元将领随后又派出1万铁骑来回奔跑 直到把陵墓给踏平 再种上成片的树林 这样就没有人看得出来陵墓的所在了 成吉思汗的陵墓就这样成为了一个谜团 困扰了人们700多年 在这700年的岁月中 曾经有无数的考古队探险队 想要去挖掘 寻找传说中的成吉思汗陵 可是这些人都无功而返 没有人找到成吉思汗陵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我国的内蒙古 不是有一座成吉思汗陵吗 可事实上那座成吉思汗陵 只是衣冠种 并不是700多年前所秘密修建的陵墓 由于成吉思汗留下来的这个谜团 至今没有解开 因此又出现了许多版本的推测和假象 比较有依据的版本有两个 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 把君主的灵鹫运往阿勒泰山的途中 护送的人将沿途暴风 遇到的所有人作为殉葬者 因此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山 一度成为大家怀疑的对象 蒙古秘史有过类似描写 不过地点却换成了 内蒙古厄尔多斯的厄托克旗附近 不过这些到底只是人们的推测 成吉思汗陵墓真正的具体位置 还是没有人找到 成吉思汗陵墓的具体位置 是其留给人们的谜团 而其中到底隐藏了什么 也让人产生了无限遐想 成吉思汗陵墓 是经过一百人才修建而成的 巨大规模陵墓 其中的场面应该会相当壮观 虽然史料没有关于陵墓里面的相关记载 不过有学者通过对成吉思汗 一生的生平而推测出这么个结论 成吉思汗戎马一生 曾统一了蒙古 攻金国 灭辽国 平西下 西征中亚 据说他曾从平定的二十多个国家中 搜集了不少奇珍异宝 想必大多数珍宝都随成吉思汗埋在了地下 七百多年过去了 成吉思汗留下的谜团 成吉思汗陵墓 至今没有人解开 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 科学技术的进步 以及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 最后可以解开这个谜团 找到成吉思汗陵墓的具体所在位置